复理科署分会2月29号在一鸣庙办理113年度 乐活复理庆天窗活动 期望就这场活动将在地丰富多样的人文景观以及文化加以行销 有益于地方的观光、休闲产业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 复理科署分会在2月29号在一鸣庙办理113年度 乐活复理庆天窗的活动 不少长者来到一鸣庙共享盛举 不仅有趣味竞赛 还有传统相关的游戏 非常热闹有趣 感谢了我们今天活动 是我们吉他旅行语言 开始改醒之后 第一次的会议 有很多事情准备不周 准备不周 在很多联系的部分 我们不是处理得很好 不是处理得很好 所以说今天有很多很多会员没有办法来参加 花丽县客务处长以及县议员黄灵兰 吉安厢长游厨贞等人也都到场参与活动 都是希望将文化艺术能够落实在升职民间 提升民众对文化艺术的爱好跟兴趣 花丽县政府今年的公式推行客领获得行政院客家委员会补助 不是补助 奖金100万年 来到我们乐国物理 今天穿的活动 请反映 来新闻给理事长 过去 书生在担任 法联研学家没法研究 学会理事长 的时候给我们的帮忙 陈胜峻期望借由这场活动将在地丰富多样的人文景观 以及文化加以行销 有益于地方观光休闲产业以及地方的经济发展 记者高双双不理香采访报道